听说了没 那个网上首次渣男和妹妹的设计师 今天入职 不是吧 今天就是 不是吧 还挺漂亮的呢 我跟你们说 之前白玲玲 她的设计稿 都是抄袭这个人的 而且据说 莫总亲自宣布她进入恒锐集团的 还有这种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 有时间在这儿讨论别人 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作品上 毕竟在恒锐 我们只看实力 那是当然了 她要是能有小夕姐一半的实力 也不至于被埋梦那么久 对不对 锦搜才不是那种 只会靠炒作上位的人呢 多谢大家关心 我会用我的作品说话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 白锦搜 白设计师你好 我是恒锐珠宝设计总监冯晓熙 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能用实力回馈莫总 回馈公司 您好 冯总监 白设计师 琳达 你怎么这么好看今天 琳达 莫总不是吩咐过了吗 怎么回事 白总监 你放心 莫总都吩咐过了 我们懂了 对对对 白总监 之前是我们不懂事 你就跟我们一块吃饭呗 你想吃什么 我们请 就是就是 中午给我们个机会嘛 停 不用 我上个厕所 想吃什么跟我说 我给你定位置 我们请 看看 怎么了 我下班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 回家 回去了 我还有设计稿 你先回去吧 说话 那你别忙太晚 我晚上等你回去睡觉 睡觉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我不是关心你 我只不过不希望 我夫人的身份 是不清不楚的 还有 恒瑞准备发布新品 以往的新品 都是出自冯总监之手 我希望这次 你能争取到这次机会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您放心 回地全力以赴 这次发布的新品 我希望能让我耳目一新 你放心去做 我 公司会全力支持你 我希望你能给恒瑞 带来新的客人 谢谢莫总的信任 我希望你能让你 我希望你能让她们 把她们的设计 还要让她们 我们把她们的设计 这下班前我要看她 这不是我的工作吧 我这也是在帮你 提前熟悉公司业务啊 我希望你能让她们 算是 可是一个晚上我完不成 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 锦色 我来帮你 让人 你干什么呀你 白锦色的工作和你有什么关系 灵溪 你要认清楚你在公司的位置 我看你就是极度锦色 我警告你 不该你管的是你手掺过 随便你 反正你也比不上锦色的千分之一 她随时就能超越你 灵溪 锦色 不该你 疼不死 起来了 白锦色你敢打我 你这个贱人 冯小夕 我告诉你最后一遍 你怎么对我没关系 但是你伤害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底线 这个冯小夕 仗着宋锦做靠山 在公司跋扈惯了 你倒是不怕 宋锦是谁 公司以前的设计师 锦泽 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跆拳道 要是再遇到冯小夕这种人 我自己就不太给KO了 锦副总 这里由我来照顾他就行 先回去吧 那可不行啊 莫总吩咐过了 我在这儿守着 他还等你回家呢 那个 回家 对啊 他现在可生 我们莫总夫人了 什么 你什么时候跟莫总结婚的 不是 我们是假结婚 假结婚 那个 你先照顾他吧 我走了 你 你又想做什么 白锦色 你别仗着你是莫总招进来的 就自以为是 你想取代我 你也太天真了 冯总监 我一直因为你是我上司的份上 对你再三忍让 但是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再对我不依不饶 我也不会再对你客气了 白锦色 从今天起 恒锐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怎么还不睡啊 我在写新品的设计禅书 反正我也睡不着 我陪你 莫总 这是设计师的隐私 我是你的老板 我这次的设计理念 源自于守护 说起守护 我是你 e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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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